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成了我的枕边人 那么的疼我 爱我 亲爱的老婆 2017年的9月18日星期一 西东坡市区的一间音乐餐厅 一个平凡的夜晚 一场朋友间短暂的聚会 一次不小心打翻玻璃杯的偶然的卸购 却展开了我一生之中 一段最不平凡 最美丽的遇见 亲爱的小倩 我的老婆 我俩虽然认识的时间 跟一般爱情长跑的情侣们来说 并不是很长 但从与你相识 相知到相恋的这段时间 我却感到 强烈的熟悉感与信任感 似乎我与你之间的默契 不断地提醒着我 我好像已经认识你 很久很久了 这份感觉 一直深深地吸引着我 非常的踏实 就这样闻了呀 瞬间开花 在我最失落迷茫的时候 你将你那温柔的手 伸向了我 让我有了方向 心里感觉踏实多了 我很开心 我能勇敢跟你来到台北 这是我做过最对最勇敢的决定 MING PAO CANAD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要对你许下承诺 我 李重夕会耐心用心的陪伴着你 让你慢慢熟悉了解这个城市 让你走进我的人生 我的家庭 我所有的一切 我也相信 我所有爱我的家人 朋友们 也一定会跟我一样 好好的疼爱你 照顾你 让你感受到无比的温暖 台湾人的热情 也请你的家人 不要担心 我会用尽心力 给你我全部的爱 今生今世 自死不渝 好好的 我超胆的 我一直満不动 我还是在这儿 我也想你们 我还在识担心上